大家好,我是朱sir 我是新城财经台东风会的军师 同时也是一位基金经理 我们讲今个季度 无论港股还是美股 都比较变幻多变 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波难的 但是我自己在今年这个资产的回报 都相对来说是不错的 都有一个比较丰巧的双位数字的回报 那我为什么赢这么多呢? 其实主要就是在美股那边 港股里面的正股和期权 都掌握到一些机会 特别是近日银行的大波动 是所谓的走势 亦都是获取了用期权的丰厚利润 那我们回顾了我的回报之后 那大家应该都很想理解 是下一季度的performance 股市的走势是怎样 那我们讲在第二季度里面 在港股其实由于股市的回报 是相对比较多的关系 再加上有相当一部分的业绩 的performance都不是太差的 那变了是为了王后的回升 可以在POLO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无论在科技的板块 以至是有一个是所谓的价格战 有机会去到尾声的一些 新能源的汽车股票 那其实都有机会是做好的 那至于美国那方面 那当然仍然是有银行crisis的情况之下 传统股的商量来说可能比较差 那但是同样地 协着例为AI concept的科技股 就应该会继续大抗二彩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第二季度 无论港股或美股都会充满着机会的 那如果大家想充分地掌握的话 那就可以去报名我们的东风会的一年的学习会计 那我们教学的内容也是相当之丰富 是以实战的角度是教大家 所谓投行的三述 那哪三述呢 包括了港股 然后就有美股 那再加上我们是超级沙家的奇拳 那这三述在东风会里面 我们都会教大家的 那除了这些是教学之外 亦都是有实战的指导班 和进阶的神级的课程 可以在这一年里面引领大家是中环港股和美股的 那如果想知道 是这么多是长程 了解长程的朋友仔 亦都可以参加我们 未来的一些实体的讲座 这个其实我们呢 上次的东风会的实体的讲座 都已经是举行过的了 而且是非常之受欢迎 来的人都很多 那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包括市况最新的资讯 和理解我们东风会的会计 究竟是教什么 怎么帮助到大家 都欢迎大家 在未来一次实体的讲座 到时见 到时见